4點多的時候大概5點 然後在燈塔那邊就大大大固定就是三艘那個 壞艇 它不是壞艇 它是漁船 鐵戈船 固定每天我都 因為我在代表看到我都會跟那個副主機講 但是很固定 就是那個時間就起床 就是說去抓它 第一個有技術上問題 第二個有疫情的問題 那已經是很明顯的就是說 你去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的 這個問題已經出現了 那另外一種比較消極的方法 那我個人因為我幾乎也是天天出海釣魚 有一種方法就是讓它會痛 就是收它的網 那這個網具後續有一些問題 要怎麼收 什麼工具去收 要有漁船去收啊 騎網機去收啊 那個人力 把我那天我跟你講 我自己親身的 我就是在那個封管柱下面釣魚 第一天我釣的時候卡網 然後我就勾 因為我有勾毛 勾腳 把它往中間砍斷 結果第二天我又去釣的時候 又卡網 我以為它會收走 結果那後面那一段 到封管柱這邊沒有收走 那我想說它不收 那這些網都一直擺在那邊 我用手拔 我從來不下網了 手拔起來在碼頭適當 拔了將近兩個小時 手腳都拔軟 好 那這種問題就是說 它今天損失 它一定就會痛 不管是多跟少 那我們不需要就是說 每天做會怎麼樣 喔 給你痛一次 就是 因為你積極的沒辦法做 你只能做消極的 我跟你講 當初我們這居民 私底下有討論任何 比如說我今天我收 某某人 如果我們這裡面有間隙 認識他們 那個飛達的去收他的網 他針對你的怎麼辦 我只是說比喻啦 他如果說他對我們怎麼樣 我們也是 這個就是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 後遺症在這邊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自己本身也在那邊 然後呢 北岡的鄉親 拍蝰他們那個做定制完 有幾個人 進去 裡面人家圍堵他 你知道嗎 要打他們幾個 要打他們 要打他們 誰願意配合 海群這邊來配合 沒有問題啊 有哪一艘船主願意配合 海群來征用你們的船 你們的 我跟你講 對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最好一定要過經費 或許有人願意 搞不好我同學經費 沒有什麼關係 他可以說是 是海群才要護我的船啊 我們也不見得說是我同學的船 他船出給海群 他們自己去收都可以啊 一個人收一個要多少錢 我就不相信 他們今天被收 明天被收 後天還敢來 我跟你講 海上我比你們清楚太多了 去年來的這個船 跟我的船 差不多 加油加冰 然後人員再載一下 其實他是有限 他的沉重 學外機只要載重 他就沒辦法開那麼快 可是呢 東營這邊居然還有一招船 漁船 拿著裝快打自己的腳 還要給他補急 開到拿引導去補急 十公尺 十三碗子就收了一整船 你想要拿懸外機再打 他能載多少啊 一百多張 一百多張對 從有母船在外面 你問我都可以回答你 他那個岩神料最早在幾十 岩神料最早在幾十 沒問題啊 我跟你講 那種喔 懸外機犯岩神料很少 很少犯岩神料也是有 現在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喔 他們有困難的地方就是說 希望能 也是減少大家的負擔啦 因為能跟對面 能通知到對面那邊喔 那他們去抓更快 我知道很怕 他們很怕 上面一通知下來有沒有 要我們大家船都到處跑 這個管道反正我們也會把狀況 對阿 這個委員這邊做啦 然後憲政府那邊也做 你喜歡他抓嘛 喜歡他抓 只要憲政府答應說 先抓一兩艘 他們搞不好 不管是懸外機還是快艇 先抓一兩艘他們就怕了 比我在海上經驗來講喔 這個懸外機在跑的時候 他最脆弱的就是搭板 引擎鋒鋒鋒 那只要我們的速度 稍微比他快一點點 我們比較不針對他的人 所以他的引擎喔 加速 把他的引擎後面 稍微輕輕扣一下 他的操作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他才會有刻度 你現在也不能抓他嘛 那假如說他的引擎後面 我們的船速度比他快的時候 在他引擎後面 敲他一下 弄他一下 他大概那個引擎的舵 他就會跑掉 不管是跟現場報告 能先抓一兩艘進來 或者說 上面也要接槍 要跟對岸人接槍 這個 還有自己這邊也在追 也在 你不能抓 你只能一直追啊 你只能這個樣子啦 最多只能追 提再用都沒有 所以說現在不能抓狀化家 對岸人能不能夠 就是 抓到以後的人 不用上岸 我們叫他貓伯代 我們就騎引擎 叫他人不要上岸 然後呢 關他的 半年 一年半年 然後把那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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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引擎給他 把引擎給他 把引擎給他破壞掉 你抓到鐵殼的 他也會痛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地方的船 都是一個 不是這不是只有 沒有擔當東里的問題耶 這幾年南剛 舉光更多 舉光床更多 一次效率都是十幾艘 十五艘左右 市長 今天講這個問題 我可能我請議長這邊幫忙 排邀跟請這個懲罰處 請懲罰處那個處長上來 到底研究一下 到底要怎麼處理 因為有些牽涉憲體的 也不是我們這邊 全程機構被處理的 因為去 要錢 把它變成固定的編列預算 社區發展結尾也一樣 通通都一樣 這個人如果他不去大陸也可以 我們排及的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說 他有功勞的時候 你兩個月 你只給他二十萬 那以後就沒有了 把這預算要到後 變成年度編列 這個人只負責清理 這邊的漁場的 所有大戶漁區 海峻只要借戶就好 香港議員只要錢拿去 這個人給他固定的 每個月年度編列給他 假設一年是一百多十萬 記得 沒有用他的時候 你每個月也要付給他這錢 但是只要有漁區一出現 他就會跟海峻一起借戶 所以你要錢給他 這個不是三五萬塊 你幫我做一個月 我下個月沒有了 那不行 我們香港也可以的話 就把它編列進去 這你就包給他 跟馬祖一樣 不管你去找幾個人 你幫我清理 所有海面的大陸漁區 只有這一個任務而已 上來可以請劉佳明協助一下 那個太空袋有沒有 可以 如果劉佳明他包 他可以自己不要弄 但是你今年就是一百二到一百五十萬給他 每個年度 以後都不要煩惱了 沒有這個事情 海峻也不用煩惱 他隨時進來 他就放馬 那就是他責任 這會利老有問題 也不會牽涉到法律問題 人員安全問題 但是這個預算一定要常態 要常態一點點 你不能一兩個月把人要利用一下 我就給你四五萬 沒有了 對 錢先進來 然後由我們社區發展協會也可以 海洋資源跟社區發展協會也有關係 對不對 那這個人就出現了 這個人只要針對一個人 他會去找人的你放心 很多程度他有擴大作業 也排不散的到嗎 他都可以去給他幫忙 一起 那我們海軍只做一個 借屋安全 單校的安全就好了 他船家一進港就沒事了 譬如他今天要出去 有了有人通報了 或者像那個導遊通報了 我今天有看到商標漁網了 好他就出去了 他會跟隊長聯絡 好我現在準備出去了 常態編列沒有以後的問題 也不需要跟大陸聯絡啦 他根本不甩你啦 我講實在話 因為他的每個縣的裡面是不一樣的 每個港口也不一樣的 他能夠通報那麼完全嗎 也不會 今天有黃旗啦 對不對 也有下面山羊啦 都有啊 每個港口都有啊 都不一樣啊 你弄了這個 那還有那個什麼 比較海南的地方 你怎麼辦 你就常態編列 南竿比竿 舉光 他們一個晚上至少也是這樣 更多 他們那邊更多 而且他們離到了最近 我們這邊有時候一個晚上五六燒 有回進來 那天更嚇到張 那天我記得是 八燒 八燒 那大拉拉出去了 幾十燒 他八燒 我們目前的脂肪能量 我跟大家報告 聽一下 因為 我也很想抓他們 可是很多狀況 你看我一百噸的船 我最後現在是急速 大概跑十五節 那艘大船 那我扶到二號 就只有一艘 那我是那天 前幾天才可以放下去 你看我 現在他的速度跟那個 我們脂肪能量 我們四個通能上去 如果說外面再有 真的有八燒那個快艇 還要跟你夾擠 還要跟你攻擊 我們是可以開槍 可是他們越界捕魚 我們真的要把它打死嗎 還是怎麼樣 我們要真的要抓他 我是覺得這個方面 還是有待上去 應該可以更好 你要我們真的撞他 把它撞成翻了 我也想 反正國家培 不是喔 這不是國家培 是我們當事人 要求最後的法律責任 在我們身上 我們講清楚一點 這樣子一直各講各的 這個沒有焦點 我們是不是有人願意 我們可不可以來試做一次 那前的部分 我跟一長聯絡 如果長八燒願意 提供一部分這個經費來支援 包括人的部分 船的部分 包括海巡監護的部分 我們就一次來講清楚啊 包括網子的法律 如果要連這邊都 先可以做一次聽到 我們大概就一直 都被他拖走 我們要請 擔走 對